1974年10月16号,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利用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 朝着距离地球2500光年远的M13型团发送了一段信息 史称阿雷西伯讯息 这段信息是靠着声音发送出去的 但是只要正常解读,就可以解读出来一幅图 什么意思呢?第一行是一串二进制的数字 从左到右分别是1到10 下面这一行代表的是人类的DNA元素 分别是氢碳氮氧的原子序号 再往下,绿色的四行表示的是人类的DNA组成成分和甘酸 再往下,这是DNA的双周圈结构 下面这个人体形象代表的是地球上的男人 它的左边表示的是1974年地球男性平均身高176.4厘米 右边的图案表示的是1974年地球人口总和42.9亿 再往下代表的是太阳系 最大的恒星太阳,其余的九大行星 被抬高的这一格代表的是人类居住的地球 最下面这个图案是阿里希伯射电望远镜的轮廓 以及它的直径306.18米 当时这个发射计划遭到了包括霍金在内的众多科学家的反对 他们担心万一外星人收到信息毁灭我们怎么办 但信息还是被发送走了 谁也没有想到27年之后 外星人就回信了 而他们这个回信就是2001年出现在英国切尔波顿天文台附近的麦田怪圈 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麦田怪圈 外星人究竟给我们回复了什么样的信息 第一行也是一组二进制的数字 从1到10 意思是我也用二进制回复你 第二行是人类DNA元素 氢碳淡氧磷是吧 外星人比人类多了一个硅元素 再往下 外星人的核干酸数量和人类也是一样的 但是再往下表示DNA结构的图形 我们是双螺旋对称结构 外星人他们是双螺旋加三螺旋的一个结构 再往下出现了外星人的形象 头大身子小 人类的身高176.4 而外星人的身高是120厘米 他们的人口是213亿 再往下就出现他们居住的星系 跟太阳系的结构很像 也是一颗恒星跟着九大行星 所以很多开家猜想 是不是他们也生活在太阳系当中 图像性